基東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直接在公開場合說 自己要假公祭司一下 而這一下 其實讓大家很感動 那我也假公祭司一下 因為我的父親也在現場 所以我先在這邊 跟我的爸爸說 父親節快樂 也跟各位在座的爸爸說 父親節快樂 那我想每一位父親 每一個家庭都不容易 那也有大家的支持跟照顧 可以拉把我們所有的小朋友長大 那在這邊 讓我們有安生立命的環境 那我們現在擔任這個職務 我們就會努力 好好讓我們的社區 讓我們的家 都可以環境可以更好 我們會繼續努力 原來是擔任仁愛區 調節委員會主席 也是議長童子偉的爸爸童德玉 也以貴賓的身分 出席仁愛區模範父親祭 好人好事代表表揚活動 行程爆滿十分忙碌的童子偉 也只能藉此機會 甲公祭司一下 祝自己的爸爸父親節快樂 聊表身為人子的孝心 父親節前夕仁愛區在仁愛區公所大禮堂 舉行112年模範父親祭好人好事代表表揚活動 包括機動市長謝國良 機動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市議員張芳麗 曾經研以及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佩祥議員 和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議員都親自出席參加 恭賀30位分別由仁愛區個裡辦公室以及原住民 推舉出來的模範父親和14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長謝國良特別感謝仁愛區個裡的模範父親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對家庭和社會的表率這其中也包含市長謝國良年輕愛將 市政府發言人余志明的父親余建春同樣榮獲光華裡的模範父親 真的感謝各位代表了我們台灣良好的傳統的家庭價值 那一個家庭一定要有父親也一定要有母親 這才是一個完整的家庭 那我們希望這個未來各位繼續帶領我們 創造我們基隆的良好的家庭價值 讓我們的下一代讓我們所有的 我們這個基隆未來的孩子們 因為小孩爸爸常提到孩子們 孩子們 都能夠成為健康快樂的年輕朋友 都能夠成為最棒的中華民國 以及台灣的下一代的國民 所以在這邊感謝大家 祝我們所有模範父親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大家都身體健康 國家平安 一切順利圓滿 而身為仁愛區市議員的基隆市議會議長 同志位更是感謝受表揚的模範父親和好人好事代表 因為大家都是他的貴人 能夠有現在都是靠仁愛區鄉親們的提醒和幫忙 仁愛區是我的故鄉 那我們也是我們基隆的心臟 也是基隆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也是我長大的地方 那在座有許多我們今天的模範父親 還有好人好事代表 都是看著我長大 這裡真的是我的故鄉 也都受在座的長輩們好朋友們提醒跟照顧 也因為有大家的照顧跟支持 也才有我們今天一點小小的成就 你們都是我們每一位 都是我的貴人 每一位都是我的貴人 在這邊先謝謝大家一舉光 謝謝 在模範父親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家眷等人陪同下一起和市長 議長議員們合影留念 而仁愛區這筆攝影費用 則是全額 由信仰中心慶安宮贊助 並且將沖洗出來合照照片表框後 送給每一位獲獎人 市長謝國良也代表市政府 頒發感謝狀感謝慶安宮的共襄盛舉 也由議長童之位代表慶安宮收下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